能短短几年赚够钱的人 大多是食伤做酷 因为食伤做酷无人不负 要是你的命中带有食伤 那我可要恭喜你了 因为一旦食伤为喜悠 即便你现在处于逆境地骨 你想要翻身 就不过是短短几年的事 前两年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士过来找我 他当时来的时候 是因为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一方面员工发不出去工资 另一方面 供应商那边又订不来货 客户的单也发不出去 实在走投无路了 过来找到了我 我当时一看 这个人就是典型的带食伤生财 其实有很强的一个经济头脑 在32到35岁这几年 会走大运 但同时会遇到带火印的东西 借到他的气 就很容易在财路上遭受坎坷 要是这个节度过去了 那后面的财运就会很顺 要是没度过去 就可能要多走很多万路 那我就告诉他 也不要过分着急 我给了他两张福包 让他放在公司保险柜的正上方 还让他在家里多养些金鱼 用圆形的玻璃浴缸 平时穿戴多选用蓝色系 压一压生成的火器 还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 在这我就不太方便跟大家细说了 当时他听完以后也没问我为什么 回去就照做 大概过了十来天 我就接到电话 他说这次危机已经成功化解了 供应商那边不知怎么的 突然向他松了口 给他宽限了15天提货时间 他也成功得到了朋友的帮助 最后还以高出市价一倍的价格 卖出去了 后面给员工们发了奖金 其实他的命格是典型的时商生财 我们说时商可以生住财心 财心就是钱 你要再得到贵人点拨 把握住自己的流年 那你想要翻身的 一点都不难